各位觀眾好 大家好 又到龍哥打怪第幾集? 第四十三集 今天是2019年12月19號 離這個換年2020年還有幾天? 離1月1號已經剩下12天了 那離投票呢? 12天再加上1月10號嘛對不對 22天 好快22天 所以現在正是陷阱 大家殺了你 選戰打得非常激烈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險險以人 沒錯 把心中的票 夢想的票 希望的票 投給你要的人 也投給對於人民有真正幫助的那些候選人 我們今天小龍不在 對 然後小小龍 對 然後今天這個是小龐 對 沒關係我們待會把小龍請他過來 好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1219 1219 還有珍平環 美食 氣炸鍋料理 米以食為天 對 沒錯 大家可以看到桌上已經有不少的食材 你看 海鮮五味醬 對 所以我們待會就 蒜龍醬 直播的時候呢 苦茶油 跟大家聊一下 今天我們跟大家不一樣 今天來了一個滿漢前夕 今天是特別企劃 特別企劃 對 你天上灰的 鳥 地上爬的這個 什麼東西 雞 雞 牛 對 水中油的 水裡油的 小卷 海鮮 我都在流口水 怎麼辦 怎麼辦 待會我們就來 滿漢前夕 對 滿漢前夕 小凡 夢環的 滿漢前夕 等一下 大家就 跟著步驟 然後也 一邊聽我們直播 然後一邊看這個 年輕人的夢想 第一個夢想就是 吃飽飽 對不對 年輕人第一個就是 要有足夠的收入嘛 才可以吃得 有圖溫飽 對 沒有 今天我們請來 這個 世界一流的民族 喔 老師今天已經穿上圍裙了 還有 民族 這個 小凡 對 我是小助手啊 厲害 待會我們做出這個 五星級一料理 然後請大家吃 好不好 對 要不要吃 他們只能大概看我們吃 對 但沒有關係 回家也可以自己做 好 那我們知道 今天我們最主要要談的就是 年輕人的夢想 那誰是年輕人呢 還是 0歲到120歲都是年輕人 沒有老的 所以在看直播的你也是年輕人 我也是 對 老師也是年輕人 沒錯 那年輕人有什麼夢想 年輕人 剛剛講的要吃飽啊 要吃飽 然後呢 要有什麼夢想 最好的夢想就是 能夠幫助別人 如果你看到 我們有看一個影片 然後一個小女生 然後他看外面有一個人 真的很肚子很餓 這小女生呢 就拿他的東西去幫助那個 外面那個飢餓的人 那這個就是幫別人達成夢想 就是最好的夢想 然後如果別人呢 身體很冷 像這 現在天氣很冷啊 那叫他幫人家夾件衣服啊 然後給他軟軟包 對不對 然後煮個氣炸鍋的料理 也是可以 對 然後下雨的時候呢 幫他撐把傘 然後有困難的時候去救他 就自己有能力就可以去幫助別人 實現別人的夢想 是自己最大的夢想 那我們1219還有一個日子 就是我們當這個有 台灣其實有經過威權 現在雖然是民主對不對 看似民主 對 但是有228 白色恐怖 還有這個陳文成案 美麗島案 好多案子 對 還有這個解緣以後 還有所謂的宗教抹黑 1219的整數案子 所以這個案子呢 其實我們也應該 大家也應該幫這個 這個政治整數的受害者 解救他們 達成他們的夢想 讓他們能夠平緩 這就是所謂真平緩 對 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個1996 這個假案 有個假案整數 這老師嘛 對 我們有黃背心 本來要稱黃背心 對不對 這已經是一年前了嗎 對 一年前 那今年我們比較低調 低調 今年我們就不做街頭抗爭了 然後又先幾年嘛 那我們也知道 就是其實我們在應用神奇的力量 來感化這些妖魔鬼怪 讓他能夠犯難改正 待會我們也來吃一下好的東西 讓他知道 哇 人生也有這麼美滿的東西 大家也可以跟留言告訴我們說 你今天1219你到底去了哪裡 對 1219平緩 對不對 你覺醒了嗎 那其實這個1219我們在兩年前 還有這個放的那個光之塔 對 人權紀念碑 人權紀念碑 哇 好亮喔 那天萬里無垠 本來是暗暗的 以為有光之塔跟亮 哪知道 哇 那天真的很棒 這個可以請這個小編 把這個放上去 好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 讓 來 我們要開始來做料理啊 對 我一邊在做料理的時候 其實老師也可以一邊 對啊 我把衣服脫起來 對不對 你要不要穿 其實沒關係啦 我先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首先第一個就是 剛剛老師說的水里油的 水里油是什麼 這個其實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小卷 小卷 對 然後剛剛老師 大家有看到這個醬料吧 其實就是老師用這個 哪一個醬 五味醬 對 海鮮五味醬 五味醬 已經先醃好了 好香喔 真的非常香 就是海鮮就是要配五味醬 對 然後呢 話不多說 其實這個 氣炸鍋最方便就是把它 把它丟下去就好了 真的 對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丟下去 2019年輕人的食品 氣炸鍋 對不對 對 對啊 就把它鋪好 然後呢 待會呢 我們一邊講的時候 就讓它的炸 你看 我是這個五星級的主廚 然後我是用人家看的 對 看它表演 這個才真正的主廚 對 沒錯 這個小環才是主廚 小環很厲害耶 小環第一個長得漂亮 然後又厲害 又會做菜 然後講話又漂亮 老師你不能再這樣誇我 真的 我怕我等一下受不了 對 受不了 待會兒全部都給你吃 全部都給你吃 那我們知道 1219還有一個什麼重點 就是1219 其實就繼承了這個 228 白色恐怖 還有這個威錢的這種思考 大家都認為 可以破壞別人 然後破壞別人也沒有法律責任 有特權不被追溯 然後都沒有責任 所以這個蠻嚴重的 所以這個破壞者名單 到目前我們為止 都沒有找到 你看破壞者有A B C D 對不對 1947年228 228也有破壞 對不對 那這個破壞很痛苦啊 那讓別人的夢想都不見了 然後這些殘酷的228的這些人呢 就破壞人家 那1949到1991 白色恐怖也一樣 他也在破壞別人 那別人的夢想都不見了 那那個 這個人家的小孩 成長的過程都忍受痛苦 吃不到好吃的東西 接受不好的這種思想 然後在整個氣氛就歧視人家 那1996呢 政治整肅 宗教整肅 破壞也一樣啊 也是 就是一樣的手法 對一樣的手法 就是破壞人家 所以這些人 其實他們應該要有 破壞者名單 這家人 其實真的來講 我是邪心話的 這些人其實就是犯罪啦 你懂嗎 這些人你就想一下 像這個鄭傑有沒有 鄭傑隨便隨機殺人 對不對 然後這個就是加害人 就是破壞人 這個就是破壞人 對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 這是犯罪人 這叫政府犯罪 在日本 日本在 這個 這個 2019年 就顯出了那個殘障的 一個藝人 那個叫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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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宴啊 什麼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對 然後他講就是有一個 那個 有一個 殺戮案 就是 神奈川的這個屠殺案 那 也就是跟政界一樣 就是 無差別的殺害 當初也是政經 對 然後台灣也有一樣 像那個 小燈泡啊 對不對 這些人都是 變態 但是這些人 都會被神之以防 但是 我們的這個 政府犯罪的人 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被人 神之以防 就是剛剛講的這些 對啊 這些 名單呢 都沒有啊 對不對 都沒有被神之以防 殺人他認為 殺人是正常的 其實這是有病的耶 對不對 這個是讓人家的夢想破壞 然後讓人家沒有希望 讓人家 破壞人家 殘害人家 那為什麼政府犯罪就沒有事 一般人犯罪就 對啊 這就很奇怪的地方啊 嗯 這個就是 亞洲人對不對 根本就是崇拜嘛 崇拜這個皇帝的思考 自己呢 要當這個奴才奴隸啊 而不想當人 那真正人呢就是 你被欺負 其實他也是做出犯罪行為 政府可以做出好的行為 可以做出犯罪行為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燈之塔 我們就知道 要找的是 加害人嘛對不對 加害人到現在都還奪起來 對 加害人才是政府犯罪 所以我們知道 什麼叫人錢喔 人錢就是 人民喔 對抗政府 抵抗錢的集合 一定要抵抗 就是有抵抗才有人錢 如果乖乖 服從 那不叫人錢啦 服從就不叫人錢 被摸頭了 對那叫做維穩 維穩定 就是當人家的走狗 然後你以為人錢就是要勇敢站出來 要找示灰 然後讓人家的夢想能夠實現 有些人呢 夢想不見了 被人家欺負啊 饥寒叫破 饥寒叫破 有時候還可以救嘛 但是如果你把別人的生命 把別人的自由都拿掉 這很難救啊 這應該要負法力責任 所以所謂人錢就是人民對抗國家侵害者抵抗錢的集合 迫害人錢最嚴重的是政潔嗎 並不是 是誰 政府啊 對不對 這政府最壞 所以我們知道政府最壞 而且一次還迫害那個比政潔還要更多的那個受害者還要更多 所以政潔叫小小政潔 他們叫大大大大政潔 對 你看他殺了多少人 對不對 228殺了多少人 白孔殺了多少人 然後美麗島事件 還有隱申的林義雄事件 對不對 林宅邪案 林宅邪案 還有丁窈窕 還有好幾個 傅如芝 哇 不生美吉啊 還有張七郎 對不對 還有一個林本利啊 對啊 林鼎利啊 那是很壞蛋 對啊 像老師之前前面幾集有講 其實不只是對當初那幾個人 可能他們當下就是有死亡 但他後續對子女啊 對家人的影響其實也是一輩子 19還有12天就要過年 我們講這麼嚴肅幹嘛 其實要改變 其實我們覺得2019年 覺得感覺 你看 在法國對不對 有黃背心 黃背心運動 對 然後台灣有法稅改革 還有所謂的政治整數 從破壞到平壞 這個我們也就是要這樣做 但是我們再想一想看 1947到現在多少年 72年 對不對 然後你看這張 這個叫黃龍燦 前面幾隻有出現過這個版 二八恐怖的檢查 對 黃龍燦是四川人 然後只是一個畫家 結果後來 就同情人家畫了這幅畫 結果畫家竟然也被整肅 也被把他槍斃了 槍斃在馬場定在哪裡 你看這個很壞啊對不對 欸 欸 說到這個 我要掉 我這裡已經聞到一個香味 小安娜 你看弄出來有沒有好吃 來秀秀秀秀秀秀一下 哇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看一下 有沒有 哇好香喔 真的真的很香 來來來 吃一口吃一口 它其實這個柵欄是可以把它拿出來的 真的 然後 你這個是名牌的這個炸炸鍋欸 氣炸鍋欸 有沒有這個紙巾啊 你拆一下 哇 太香了 冒煙欸 我都掉口水了 我們的特別企劃就是 氣炸鍋特級 因為這個 今天這個日子啊 特別的 特別好吃 對 這氣炸了 氣炸 氣炸 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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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 海鮮 對 這是氣炸 看有沒有 吃一口吃一口 欸老師用這個筷子喔 這公筷 對 這公筷喔 對 這太大口了 嗯 很燙 讚喔 讚 好吃 有夠好吃 你怎麼那麼厲害 很像我沒有啦 是鍋子厲害 超厲害 你調配得很好 真的 我自己也來吃一個 好燙的感覺 你看 吃了以後 我們的夢想就實現了 四分之一啦 對不對 嗯 嗯 人生這個 就是 哇 民以私為天 對不對 對 吃得真好 管他這個 地利於我和有商 對不對 這個 誰呢 能讓我能夠更幸福 更吃得更好 吃得更香 我這投他一票 對 好 接下來我們是要看得到是 對 那我們 欸 還有我們知道 有個夢想 我們知道美國還有一個夢想喔 有一個 呃 有一對夫妻喔 有一對夫妻喔 結果 他有五個小孩 對不對 加上他們夫婦兩個 就七個人 結果他們一個臨機喔 最後來得了癌症 那個臨機那個 得了癌症 但是有三個小孩 結果他要癌症要過世之前喔 他就換不下小孩 就跟這對夫妻講 我這三個小孩 你有沒有幫我照顧 結果他說沒有問題 但是這對夫妻其實也很窮啊 藍領階級 那他們已經是有五個小孩 再加三個 收養這三個 就八個小孩再加 他們兩個就十個啊 哇 兩個 就是夫妻兩個要養十個人 對 包括他自己 包括自己是十個人 然後他的家裡也都塞滿了 對不對 然後都塞爆了 然後都擠得一塌糊塗 後來呢 有人就看到了 覺得應該可以幫助他 結果記者就是找FOX5 就是找這個來幫他家改裝 喔他是一個節目的那個 一個節目的團隊 對 然後就說 欸你們去助理館 然後我幫你改裝 然後結果 欸 他就把這 改裝得很漂亮啊 對 有聖誕樹啊 有什麼東西啊 新的建築啊 住得很好啊 然後又送他 一部大死人座的大車子 哇 實現他們的夢想了 對對對 實現他的夢想 讓人家覺得 哇 藍領階級也有自己的夢想 所以幫助別人的夢想 其實也就幫助自己 所以這個國家就充滿了夢想 所以我的夢想要實現 別人來幫我 就叫我的 就是我的貴人 然後 你去幫助別人是貴人 所以 一二一九 我們鼓勵大家 就是要有良心 幫助別人 實現別人的夢想 然後也要讓這些政治整肅 從台灣消失 然後讓政治整肅的人 壞人要出來懺悔 然後讓我們台灣變成有功力 有正義 有好的地方 有夢想的地方 而不是殘暴的地方 對不對 台灣太久了 台灣雖然整個老百姓都是有 有溫暖的心 有陽光 對 但是這只極限於一般人民 那有一些特權階級 他是黑心啊 還是整個天空也是黑的 心也是黑的 良心被遮蔽 對啊 整看起來就很暗黑 我們要讓這些暗黑的人 對不對 也要讓他能夠接觸 所謂的愛啦 寬容啦 所以這是一二一九的重要性 正平凡其實不是只是要這些負責而已 正平凡呢 也包括啊 也讓大家能夠領悟到 什麼叫人錢 什麼叫做別人的夢想 什麼叫做台灣人的夢想 台灣人的夢想 是可以互相交換的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不只是吃海鮮而已啦 對 不只吃海鮮 好 那我們現在要再吃什麼呢 要再吃什麼 我們來繼續 牛肉 牛肉嗎 牛肉不錯啊 前面有我們的牛肉 而且也是醃製好的牛肉 好棒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一塊 來 這個我們就放下的 這個叫蒜龍醬 來來來來來 加一點點 因為它其實已經 有醃過一下子了 好棒 好香喔 這個都是我今天 靈機去變的 哇 這調味品是我變的啊 來 看我們美麗的主廚 這個小環 來幫大家做牛排 我們再把牛排丟進去 真的 很好吃的 舊乾還有一個有 來來來給我吃 我口 好吃耶 你要不要吃 你不吃我吃 把它丟進去啊 好好吃喔 牛排很快 其實因為 這個氣炸鍋啊 它比一般烤箱的 我們這叫夢想氣炸鍋 接下來就是要炸牛排 1219夢想氣炸鍋 好不好 OK 那我們呢 2020 台灣就是充滿著希望的 夢想的地方 對不對 調到180度 他在調我們也要講一下 對啊 台灣人為什麼變成世界上 大家都很喜歡的地方 台灣人可愛 台灣人熱情 台灣人有溫暖 但是 萬分之 9999個台灣人都是很棒的 只有萬分之一的台灣人 目前是特權 他欺負別人 然後自以為是 有什麼司法幫 財稅幫 金融幫 還有亂七八糟幫 然後整肅別人 也不接受責任 所以官官在相互 所以這萬分之一的台灣人 實在是 需要我們來 來拯救他 對 讓他能夠結醒 沒錯 我們牛排已經放進去了 待會就可以拿出來了 對 我們今天是 我們今天是 小美女 小環子 煮蠻很謙虛喔 那小編 小編也要不要來幫幫忙 我們竟然有好多小編 好厲害喔 我們竟然找到 全台灣的最好的 這個民廚 來幫我們料理這些 民廚 你好 民廚現在在吃東西 對他們 其他人在吃剛剛 拿出來的東西 那我們這邊就一邊 還有我們的攝影記者 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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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所以我們是不是這個 特別企劃造福了很多 對啊 今天真的不一樣的節目 對不對 對 所以 就希望大家用另外一種 心情來過 對啊 你有沒有吃到 有沒有聞到香味 有 其實現場 大家看不出來 但現場真的 瀰漫著食物的味道 牛排啊 然後炸小卷的味道 對 對 沒關係我們繼續 接著剛剛的主題 一二一九 還有十二天 要過年了 過年你今年怎麼過啊 今年喔 今年去 我是自己去看演唱會 真的喔 對啊 就是想說 看五百嗎 不是五百 但是是五月天的 六百 五月天的 可是跨年之前 前面又有一個聖誕節啊 大家聖誕節怎麼過 對 聖誕節就金鍋杯 金鍋杯 對啊 聖誕節怎麼過啊 哇聖誕節喔 聖誕節是禮拜幾嗎 紅哈 是不是 聖誕節是禮拜四嗎 是不是要禮拜五 十九 禮拜三 龍哥打怪的前一天 對啊 準備龍哥打怪的內容 沒有啊 我們 前兩天啊 我們是二十六號 二十六號 是九加七啊 不是二六 對不對 然後 禮拜二 禮拜二聖誕節 很快耶 其實一下就到年底了 禮拜三 沒錯 禮拜三 禮拜三 二十五號 那我們還是再看一下 聖誕節又到了 大家 突然 覺得 又有希望 就你看 這個 能愛的路上 對不對 哇燈火 都聰明啊 亮晶晶啊 對不對 然後 大家感覺都很棒 對 然後再加上 這個 一二一九 夢想這個 氣炸鍋的美食 這個 小孩實在厲害 那我們知道一二一九 實在是一個很重大的認識 一二一九呢 其實是延續的二八的屠殺 還有白孔的枕樹 還有一九九六的宗教抹黑 然後很多人就被 被亂整啊 對不對 沒錯 被限制出境啊 被強制徵收啊 然後用獎金啊 然後整個 那我們這個 大家努力了半天 我們進入法治社會 好像很難啊對不對 其實我們這運動其實很棒啊 就是全國的這個村里長 多連水都知道 對 已經好像七千多位了 幾乎是百分之九十幾 對 然後 在花蓮也百分之百喔 對不對 還有外島地區啊 空湖啊 金門啊等等 那 但是我們整個來講 都是在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幾 但是萬分之一的人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覺醒耶 而且還是 對 我們那個陳青森講喔 他只要跟這個破壞者喝一杯咖啡 然後他講一講 他只要認錯 他就會原諒他 這是他的願望 對他的願望 因為你總是 你殺人放火 然後欺負別人 然後A人家的錢 你總要認錯嘛 對啊 哪有不認錯到底 可是 在台灣這個很難耶 對不對 在國外看似是簡單容易搭錢的 你會覺得很難 謝謝 我們的這個123號的這個總統候選人 會不會把這件當作重要事 我們好像曾平凡應該當作一件重要事 對不對 對不對 你覺得呢 這三位候選人 我也不知道他們 1號是誰 1號是宋楚一 對不對 2號呢 2號是 2號是韓 韓國瑜 韓先生 3號是蔡英文 沒錯 這三位 對 現在還在考中間 那我們知道 台灣其實民主還是有一段距離 台灣的夢想 其實一般人都有夢想 但是對於被破壞的人 他的夢想實在很困難 他必須要拯救 也需要大家人一起來幫忙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ABCD A這個是國王 對不對 然後領頭的頭目 B是他的手足 C呢 就是他的 欸 那個東西給我 這個 這個這個 C呢 就是他的刀子 刀子 D呢 就是電板 這就是ABCD 然後 我今天連刀子都有 有有有有 因為等一下要切牛排 這ABCD 我們知道 哇這個很嚴重喔 所以我們今年在從破壞到頻繁 重點就在講ABCD 那ABCD呢 這個刀呢 就益用的刀子 就益用的檢察官 第一就是益用的經警限特 還有這個稅務人員 就是電板 要有刀子要有電板 那但是這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在ABCD ABCD才是壞人 好像也沒有決心 也還沒有決心 對 他們都是跟ABCD搞在一起 他也想CD以後 混繳了以後 要去當ABCD 對不對 而且他們可能跟ABCD的關係 其實還蠻深遠的 他們的幫派啊 他們的長官 對 他們是幫派啊 難道你們不認為他們是幫派嗎 是啊 咱萬分之一就是幫派啊 所以ABCD可能以前是誰的CBC啊 喔 我不知道欸 ABCD 欸 這個就是 大家看這個Mafia 就是幫派圖 黑手檔 黑手檔 沒錯 這Boss就是A 那這個Underboss就是B啊 這底下的下手 然後底下呢 這裡頭就是他們的caples 還有soldiers 這就是CD啊 ABCD搞嘎的 ABCD搞嘎的 我們從破壞到病患 金人就知道ABCD搞嘎的 對不對 所以這些出來都是搞 然後搞老百姓 搞搞地 今年是豬年嗎 對不對 明年就要變鼠年 對不對 就要轉變了 所以我們可憐的豬啊 被這個ABCD欺負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不要平緩 ABCD要不要找出來 找出ABCD 台灣的夢想就有了 台灣就有民主 法治 人權 真正的司法 真正的財稅 真正的金融 真正的人民 人民再也不是 再也不是 碰到 碰到主人 就說 這個 老大金安 然後老大就說 貴安 滾出去 老大就是 平身 瞧不起你 對不對 然後你碰到老大還要急功 急功90度 那急功90度越高了 升官升的越高 哇 老師 這個講得太明顯了 對 就好幾個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欸 煮好了嗎 煮好了 好不好吃 要來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 成功呢 欸 它其實應該是要再 再翻面 再翻面 你有沒有拍 它應該感覺是 這聽這個聲音啊 自自作響 嘻嘻作響 meat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應該是可以啦 真的好好吃 很香 那就非常香 我的牛排刀呢 我們先把它夾 用這個來 先把它夾起來 然後請小編Bl 我來 我很厲害 有沒有叉子呢 這是錯啊 這個 剛剛講的刀 現在就是為了要切這個牛排用的 人為刀除我為遺肉 可是現在老師是刀除 我在模仿ABCD 這個肉看起來非常的嫩 真的 流口水了 現在換你講我來切 怎麼辦我現在美食當前 你不能講話嗎 現在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今天1219去了哪裡 然後做了些什麼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 1219吃這個夢想的牛排 1219牛排 1219餐廳 這1219真平凡餐廳 對不對 我們不要再暗夜哭泣 我們已經是人民 要站起來 我們不要被人家當作 蛾啊 拔毛啊 當作這個雞啊 對不對 當作魚啊 沙丁魚啊 等一下這個感覺可以撒個海鹽啊 來來來來 來來不用全部請我 不用全部請我 來 海鹽來囉 哇這個 海鹽撒上去呢應該是非常的厲害 來來來 吃一塊吃一塊 好老師先請用 我用手 因為我的手很乾淨 因為我的手沒有血腥的沙 喔 沒有沾過血 棒喔 好吃 真的嗎 好好吃喔 哇 這比那個 那個牛排還好吃 哇太好吃了 而且有醃果 有牛 吃飽了就有力氣繼續講 結果 ABCD是什麼 ABCD都是迫害的 狗狗狗 欺負人民 對不對 A是腦袋 ABCD是手 C呢就是拿著刀子 D就是點 這個就是台灣萬分之一的壞人 把台灣人民 很多人的夢想都摧毀了 對沒錯 228 台灣的被屠殺的人民的夢想不見了 他的子孫夢想也不見了 白色恐怖夢想也不見啊 對不對 美麗島事件 今年40週年 對啊 大家知道美麗島事件前幾週嘛 大家有沒有買到蘋果日報的 有有有 美麗島的那個副刊 大家我去了 重複去 複刻板 對對對 我去了好幾家超商 真的都是被搶購一空 所以其實 現在還是有蠻多人在重視這件事情 才導致這個美麗島 他附在那個蘋果日報裡面 真的是 我去架上都 店員就說 真的都空了 都賣完了 但是美麗島 年輕的時候 40年 李秀寧當時也不過 還不到30歲 現在都70多了 以前年輕了 對不對 對 那這個 秋水珍 秋水珍 秋水珍跟我同年 那 就是上次有講到那個攤 就唱望春風的那一個 對 音樂家 對 結果他在裡頭被打 然後他腎臟 打得尿 都尿 晚上都尿 尿不出來 然後打得頭 都有點頭陰 然後打得這個胸部 好幾個都被打 美麗島都被刑囚 刑囚了四五十天 那時候黨外的那個 他們就要壓制黨外勢力 對 其實這些APCD都是在打人 對不對 他說第一個 調查機比較文明一點 演白眼 然後警總啦 演一半白一半黑 然後保安隊呢 演這個黑眼 然後都 一天有幾小時 二十小時 然後他們 一組八個小時 然後你就不能睡覺 你就被他整啊 他就一下這一批人來 一下那一批人來 對 就是要讓你講出 不利的 對 不利自己的證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 陳文成案也是一樣 還有林毅雄案也是一樣 好多案都一樣 那我們再回到1996 宗教掃黑 宗教掃黑 哇 出了一個宗教戰爭對不對 那時候好多各大宗教 都有被掃 對 所以有很多人喔 也被掃掉了一塌糊塗嘛 宗教掃還掃了一塌糊塗 然後人抓進去裡頭 也多是去刑囚啊 用強光照 不讓你睡覺 然後 他會讓你精神崩潰 對 然後用疲勞行問 對 然後 用亂七八糟的 用什麼測謊啊 用一些不讓你睡覺 那這些都是 都是違反人權的 對 所以我們知道 ABCD在台灣作孽很多耶 對不對 但他們現在還是過得很好啊 也不見得 不一定 某部分的 也不見得 也不見得 他們有些人喔 其實我知道 他們也得了癌症 但就死不掉 就是一直在痛苦 在拖著 就是 就是 上天喔 給他們現實報 其實 其實他們如果出來 道個歉 然後 認為他認錯 搞不好癌症就好了 對不對 有時候真的是 不是不報啊 是時候會到 真的 他們真的 第一點沒有人性 然後 也在這種威權體制下 沒有人性 然後他認為沒有人性是對的 這個喔 這個我們再看一下 德國 納粹德國 他有一個叫做 立尾坦 海中的怪物叫 立尾坦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背心魔 背心魔就是無法無天 所以 有兩個 一個叫 Limitant 另外一個叫做 背心魔 那其實 有些人喔 就是 為了 money 跟power 就跟 魔鬼交換靈魂 這就是 胡士德 跟魔鬼交換靈魂 出賣了 出賣自己的靈魂 然後獲得 能夠整別人的 power跟money 但胡士德 最後他好像有後悔 對不對 他好像有點後悔 是自己把 胡士德博士 胡士德博士也很慘啊 對不對 那台灣這些 統治階層 其實他們是生活在 魔的世界啊 他們是萬分之一 但是他不是人 他根本不懂得 照顧別人 給別人關懷 來給別人愛心 他們這ADCD呢 是充滿著 就是症結啊 就是 神奈川殺人案的啦 就是 小燈泡 殺小燈泡 這些人啊 這些人就是 這麼可惡的人啊 所以我們台灣 這些特權階級 要不要 讓他們神智欲化 讓他們神智欲化 是拯救他們 對不對 他們也夢想可以實現 沒有 老師在說的同時 我就偷偷的在把 其他食材倒進去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我們在1219這個夢想的食物餐廳啊 我們就要告訴大家 好菜也要有夢想要有良心 但是如果你是黑心的立委坦 背心魔 雖然你很多錢 雖然你搞了一大堆金錢 雖然你要讓別人當奴隸 整了一大堆人 但是其實你是作孽多端 雖然你喔 位置當很官 升官發財 但是人民來講 是感覺是溫暖 還是感覺是可怕 因為你都殺人啊 你都害人啊 你覺得呢 我覺得這些 人民應該會有所謂 因為這些人已經 有點算怎麼講呢 這個字有點殺人如麻 害人如麻了 所以民眾可能 因為這樣子而產生 心理內心那種恐懼 真的 所以喔 我們這個1.2.19人權的燈塔 人權燈塔出來 真的讓我們感覺很溫暖 心裡好像也有一種 陽光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 我們的這個小龍還沒來 小龍加小龍 然後我們知道 小龍等一下會有氣炸口味道 對對對 政治整數 我們知道1918年 11月11號 第一次世界大爭贏了 就是戰勝國 就整住戰敗國 要割地啊 要賠款啊 要賠款啊 所以當時戰敗呢 是德國喔 對不對 對 德國戰敗 所以德國就被整了 所以會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 造成納粹 懂嗎 那在台灣一樣 那在台灣一樣 1996年喔 1.2.19也是 也是 戰勝 就戰勝了 第一次民選啊 四組人馬 對 第一次選舉是贏的 選舉贏的是誰 李等偉 李等偉 跟某某李 李等偉 好像聽說是年紀有點大 那一位 臉戰對不對 然後 欸 然後他們 2000年為了要勝選 只有在1996年的 四年前 秋後算账 秋季又是一個訴殺的季節 一二一九呢 就展開宗教整肅 政治整肅 有計劃性 對 然後那些人呢 就被 也去刑求 對不對 所以 你看 這個美麗島事件 這個秋吹亮啊 好幾個啊 他們講喔 賠錢沒有解決問題 對不對 煙雨賠償都沒有解決問題 這個問題 刑求這些人 這三組人馬的壞 有沒有 ABCD有沒有 也沒有 這烏雲 這些 利圍坦 這些背心魔 有沒有被檢討 沒有 所以 1996 真平環 其實真的很重要 這真平環 所以我們今天 在講 1996真平環 就是提醒大家 要人錢的觀念 欸 小米妳今天 這個 一二一九的餐廳又在煮什麼呢 哇我們這一次我丟了 雞塊跟甜不辣進去 兩個 因為這兩個其實炸的時間差不多 所以我兩個一次就把它放進去 二次 對 來我們的 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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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龍 仙女小白 等一下可能會有牛排的味道 牛排的味道 可能會有牛排的味道 我這個喇叭會掉下來 這個很不錯耶 你看 這個都是 什麼都有耶 聲音聽得到嗎 聽得到 OK 好 好 那 一二一九 妳還有什麼希望要跟大家講呢 一二一九 我就是像剛剛老師講的啊 希望就是 有夢想 夢想料理 除非夢想料理之外 也是希望 像剛剛開頭的講 希望 自己有能力的話 也可以去幫助到別人 對 然後呢 最大的幫助別人是 拿錢救別人還是怎麼樣 還是勇敢幫助別人 還是改制度 讓整個遊戲規則改變 改制度可以影響到更大的層面 其實這三個都是幫助別人 只是你看你影響的層面是多大的 第一個叫做財布施 我拿錢給人家 對 財布施 第二個叫五位布施 勇敢站起來幫別人打前鋒 那幫別人勇敢 對幫別人 然後再來就是法布施 觀念改變 那ABCD不要以為他特錢都沒事 台灣人見到ABC還要跪下來 你明明殺人的人我還跪你 你應該要負法力責任的 你是犯罪人 你是正結我幹嘛跪你呢 對不對 對沒錯 其實剛剛老師講那個三個布施 大家可以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那個了凡四訊的故事 因為他 顏了凡 對他那時候不是因為命運嗎 有被算了命說他這一生不好 可是他透過去做善事 然後他好像最後是改變了制度 所以他救了很多人 所以也算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好事 顏了凡是後來有水災了 然後原來好像就把股仓全部開出來 對開放 結果人家講說 他說你做了一件事 他自己認為做一件事 一件而已 但其實 其實後來他不是 他救了好多的 影響到千千萬萬的命 對就救了很多事 對 其實就像剛剛老師講的制度一樣 從制度面去改變的話 其實影響範圍是更大的 所以我們吃一二一九的這個氣炸鍋料理 也要影響大家 影響大家 大家看得到吃不到 好吃喔 嗯 然後我們知道白色恐怖呢 也有真相 然後這些東廠害我們 我們應該把這些害的東西還給東廠 這個才是寒冷的冬天的光啊 對不對 對啊現在真的 人心真的跟氣溫都很冷啊 不會啦 有我們在 我們心很冷 對 一二一九今天是一個改變光輝的日子 對不對 因為長久來幾千人來 這個亞洲國家都生活在奴隸奴才 然後卑微然後互相殘殺 然後還任賊作物 任殺你的人呢 不敢講話 對不對 像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他的伯父被這個 被這個人家屠殺了 對不對 他伯父是法官屠殺了 甚至給他做凌遲的動作 結果他進來以後呢 竟然倒向破壞者 跟破壞者求老耶 對不對 對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知道 一二一九 我們又回到一九九 喔一九九六年的報紙 你看 一九九六年的報紙 一九九六年的今天 對 一九九六年的 一二一九 媒體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是很多份簡報吧 把它貼上去 其實不是一二一九 其實 也是十二月 一九九六年 十月二十四號就開始幹了 他就是有預謀的 十月多就開始 十月就開始 所以等到十二月才真的就是有爆發 沒有 對 年初就開始幹了 對啦 所以他 把所有的這個宗教啊 所有的東西呢 就是各路啦 所以他號稱宗教戰爭 現在已經過了二十三年 我們總要檢討 一九九六年 當時有沒有 宗教是不是黑道 還是政府是黑道 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請讀者回答 政府是黑道 政府是犯罪 政府是ABCD 政府是殘民以臣 政府是違法亂計 政府是欺負老百姓 還是 宗教是 被害人真的是黑道 大家回答一下 可以在下方留言 所以二十三年 中藥真平反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 誰是破壞者 總不是黑道是破壞者 其實白道比黑道還黑啊 只是他外表是白的啊 對啊 其實他心是黑的啊 然後內臟血管血液 黑心黑名單黑計畫 都在整別人啊 他也不敢做七扎鍋 因為做出來的就是歐密碼 因為他們也先做不出來啊 他也沒有五星級料理 我們做的暗黑料理 可能還比他們 他們還更黑 哪有我們有暗黑料理 我們都是悶想料理 好好吃喔 哇你在做什麼 又出爐了 老師繼續講沒關係 所以我們知道 ABCD 夠嘎的 ABCD欺負台灣人民 讓台灣人民沒有人性 沒有尊嚴 讓台灣人民真的很可憐 認為台灣人民不是人 台灣人民呢 只是嘎抓 是這個雞 是鵝 不把台灣人民當人來看 那這個嚴重啊 所以被害人呢 我們要知道 我們一定要 你的夢想是什麼 大家夢想是說 2020 2019年 我們要真的要開始做人 對不對 所以 2020年 1月11號 投票要 選選以人 對不對 要知道 要有愛 要有夢想 要有希望 很快喔 只剩沒有幾天 大家還記得我們那時候 從街頭開始 哇 真的一週一週 時間越來越逼近了 真的 這個選情也殺得非常激烈啊 哇 今天 欸 小孩你這個什麼東西好好吃喔 這個呢 老師吃一看就知道 我等不及了 這其實應該要沾一點胡椒鹽之類的 我灑一下 這裡這裡 這裡有胡椒鹽 小編 小編幫我們拿了胡椒鹽 甜不辣 好燙喔 很燙 因為剛出爐 不用去外面買了 好好吃喔 嗯 真的感覺 幸福的感覺了 幸福的美食 幸福的 這個 1219 這個 夢想料理 對不對 主廚 誰 主廚 龍哥 出嘴巴 龍哥 你出力量 還有我們的 很多這個 工作團隊 超厲害的喔 好好吃喔 好吃 這神奇的料理耶 因為只要 其實是鍋子厲害啊 你要不要開一家料理店 我去開那個 美食直播好了 好 那我們要知道 1219 有一個光雕 這個 我們這個照片會把光雕弄出來 然後 那時候在凱道上面 對 良心 終止這個 文化浩劫 終止被欺負 你覺得呢 怎樣 我覺得沒錯啊 而且尤其是在 1219這一天 大家更應該要 回憶起當初這段歷史 然後 除了回憶之外 也更多的是要反省 跟繼續教訓 對 沒錯 來 這個 1219 吃得很飽 然後 曾馨 愛台灣 愛台灣的人民 愛台灣的人權 愛台灣的民主 愛台灣的法治 還有 我愛你 龍哥真情告白 真的 好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然後 我們 下禮拜 12月26號 龍哥打怪 第44集 大家記得要傳頁喔 準時鎖定 我們 其實我們很多人在看 但是我們 那個觀察人數呢 被鎖定 沒有關係 因為 還是因為我們講的那個話題 實在是太禁忌了啊 不會啊 這個 我們做的很 做好吃的怎麼會 其實是一個美食節目 不會啊美食節目啊 嗯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這一集 是做美食節目 會不會被 流量 會不會被鎖定 可能就不會被鎖定喔 不會啦不會啦 嗯 好好吃喔 記得鎖定 大家再見 再見